好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三部分 VACO也是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叫做VACO叫 微烂 访问控制要表 看一下它的特点 就是这个可以说它是 微烂的访问控制技术 基于微烂的访问控制技术 它既能够对微烂内的 也能够对微烂间的流量进行控制 这个微烂内微烂间都没问题 像刚才的这个RACO 那主要对微烂间 它对微烂内它管不上 就像刚才我们的R2 想访问R1 这个完全没有管 RACO管不着微烂内的事 它只对微烂间进行控制 好再聊一下 那么顺序的问题 PACO最先 VACO第二 RACO最后 OK我们现在开始讲 VACO 微烂内微烂间它都管 还有一个 它对IP和非IP都管 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是非IP 什么是IP 很简单 就是以太网的那个协议位 那么如果以太网头部那个协议号 那么如果说是0800 就是IP 如果说以太网 那个协议号不是0800 那就叫非IP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IP 有IP头部的 以太网协议号是0800的就有IP 那 SMP是不是IP呢 是因为 先是IP头部 然后是SMP头部 它有IP头部 所以是IP 那么 TELT是吗 TELT也是 因为是IP头部 TCP头部 TELT头部 它有IP头部 所以说它也是IP 这么说吧 一般人说不了几个非IP 你基本上能够说得出来的协议 基本上都是IP的 在这边 你基本上能够说得出来的协议 几乎都是IP的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以太网 IP TCP UDP所霸占了 基本上就这几个协议 那很难找到非这几个协议的 非IP 其实你很难说出来 当然了有一个 我觉得你必须知道有一个非IP 那就是大家你们天天用的ARP ARP是0X0806 IG是0800 ARP是0806 OK 那么ARP我觉得你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非IP协议 OK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思科的这个VSL 能够对IP还能够对非IP流量进行控制 你不要说是三层流量和二层流量 这个说法相当不准确 最准确的用词就是 还能够对IP和非IP的流量进行控制 如果要控制IP用IP仿控制列表 想控制非IP用思科的MAC仿控制列表 OK 一会我们会认真看我们会举相应的实例 然后呢顺序刚才也说过VSL是先于RSL的 VSL是晚于Port SL的 OK 还有呢这个VSL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方向性 那么双向不管是进入还是离开 它都会受到控制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好 我来给你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一会儿我们有一个需求 就是要禁止R1 pin R2的流量 你想想啊 R1 pin R2 那么这个AQ Request是不是会进入这个VLAN呢 抵达我们的R 然后R2的返回流量 返回流量 那么是不是也要进入这个VLAN 然后返回给R1呢 所以说你不管是去的还是回的 那么都会进入这个VLAN 都会被他控制 穿越也不例外 那么你不管是去的还是回的 那么都会被他控制 所以说他没有方向性 双向都会被他控制 那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是想把一个流量干掉的话 那么其实我觉得 你把去的方向干掉就可以了 因为既然都没有去 那怎么可能还有回呢 对吧 但如果说你是要用VSU 来放过什么流量 你就可要注意了 因为你要放过一个流量 你去的要放过 你回的也要放过 你的双向都得被放过 所以要注意 它是没有方向性的 它是双向都要控制的 所以说你干掉呢 你单向干掉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既然去没有去 那就应该没有回 当然你非要说你双向干掉 我也不反对你 但是如果说你要放行一个流量 你一定要双向放行 OK 你只放一边 另外一边不放 另外一边被干掉 那这个东西怎么可能通得了呢 对吧 了解一下这个特点 这个没有方向性 双向都要放过 好顺便再说一个叫Capture 当然我的3650这个交映机比较低端一些 那确实支持不了Capture 如果说你用一些高端的一些 Catalyst 6000系列的交映机 我记得Lexus 7000系列的交映机 都支持类似的技术 就是我们我们的VSL 不仅可以让一个流量是过 它的行为叫Forward 也可以让这个包不过叫做 我们不 不仅能够做这个 而且还能够有一个行为叫Capture 比如说我可以让你这个包过 并且补货 那么补货可以送到我们的 这个Catalyst 6000系列交映机里面的 IPS模块流量分析模块里面来进行处理 就说在高端交映机里面 不仅能够做反过控制 而且还可以基于匹配的流量 来做补货操作 也都是OK的 好看一下第一个特点 就是能够对微蓝内 当然还可以对微蓝间 那相对于RISL 我们就比他牛逼 那么RISL只能对微蓝间 我们这个可以对微蓝内 还能对微蓝间进行控制 然后没有方向性 不管是进入还是离开 那不管是去还是返回 都会被控制 所以一定要注意 干掉单向干掉没问题 放行一定要双向放行 好 然后高端设备 比如说6000能够支持Capture 就是不仅能够放你过 而且能够补货 能够送到IPS模块上进行分析 那么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呢 一般来说 SPA我们进化论讲过 你可以再去看一看 那么SPA每一个交友机 SPA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 OK 那用完了就不能再敲了 但这个无所谓的 然后呢 它是基于列表 就是匹配上它 放过并且补货 那么我们可以说匹配上HTTP流量 放过并且补货 我们只补货HTTP流量 但你要知道正常的SPA 我们是基于接口 就是这个接口的所有流量 我们都补货 那个接口的所有流量 我们都补货 那么我们不能挑说这个接口的什么 流量没有补货 这个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微烂里面的HTTP的流量 我们补货 然后呢 我们送到IPS模块上去分析 OK 当然高端的可以做 我们这个稍微低端的确实做不了 但我给你解释一下 确实有这个功能 OK 我记得当初我拿过6000 也拿过Catalyst65 然后也拿过Lexus7000 好像都做过这个实验 他们就有 这个确实我今天的360确实没有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PPPOE 那么这么说吧 我觉得VIP大家应该最熟的 就应该是ARP OK 那么还有一个 我觉得大家能够可能平时能接触的到的 就是PPPOE 那么如果大家申请 这叫三大运营商嘛 啊 这个这些运营商 三大运营商给你提供的一些宽带 一些宽带 基本上运营商这些宽带 几乎都是用PPPOE来做认证的 特别是以前的EDSO 都是用PPPOE来做认证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展示一下 左边呢 是我们R1上配的 左边是R1上配的 我们准备在R1上配的PPPOE的Server 右面是我们准备在R2上配的PPPOE的Client 我觉得你在项目当中很有可能没有机会去配一个Server 但是我觉得你在项目当中很有可能有机会去配这个Client 因为你想想比如说你申请了一个宽带 你搞了这个4颗录录器接着宽带上那宽带是PPPOE认证的 你是不是就要配这个东西呢 OK 所以大家感受一下啊 R1的PPPOEServer 右面是R2的PPPOEClient 比如说你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玩意呢 因为 那么 PPPOE是非IP的 PPPOE有两个协议号 是0x863的发现协议和0x8864的绘画协议 就说你开始我得发现这个网络里面有没有PPPOE的服务器 有PPPOE服务器 那我就会跟他建立绘画 我后续的流量就会封装在这个绘画里面来送到我们的服务器那边去 那发现是用了8863 绘画是用的8864 那我记得当初我在做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系统还是Win XP 当年有个专门的PPPOE的软件那以前的还不不是类件PPPOE的 现在现在Win10都类件 Win7也是 Win10也是类件的这个PPOEClient 以前没有 还要通过软件 然后那个软件就可以帮你发现 你能够看到有几个PPPOE服务器 然后你可以选择我去连哪个PPPOE服务器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说以前有个软件你会发现有发现的过程 然后有一个连接的过程 那现在呢由于你都类件了PPPOE的Win10 那对于客户都是透明的 他自动发现这种连接 好 那虽然为什么要讲他 这个这个配置我不讲啊 就是不讲这是每个命令的作用 我不太关心这个事情 我主要是R1配个PPOE服务器 然后R配个PPOEClient 然后能够让PPOE通起来 让这个网络里面除了ARP以外 还有一个其他的VIP存在 这样的话便于我一会被VSL 来对他进行控制 比如说我就控制让PPOE过 他就通了 我让PVE不过他又通不了 OK 其实就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说并不是想讲他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刷一下这个配置 我们把开始的RSL先取消掉 取消掉应用 现在应该又没有人管了 好 我们在R1R2上刷一下这个配置 R1呢 我们刷这个左面的这个SERVER R2呢 我们刷右面的这个CLIENT 刷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刷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R2能不能拨上去 你看其实基本上已经拨上了去了 这个虚拟接口已经起来了 这个Dyner口已经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CYP interface Brief 你看我们这个Dyner口已经起来了 已经得到了这个地址词的61.128.1.1的这个地址词的 你看我假装是模拟的PPOE的环境 那么我拨上去之后是分配一个Global地址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又呃 我又在R1上起了一个环汇购 假装这是互联网的地址 然后呢 我们又做了一条路由去往这个去往这个互联网的地址 走这个Dyner口 那这就完全模拟的这么一个PPOE啊 我们拨一下202.100.1.1 这就平通了 OK 相当于这个PPOE 咱们就拨上去了 得到了地址 而且我去访问互联网 咱们就通了 那我在这个网络里面多了一个新的协议出来 就是 非IP的0x8863 0x8864的PPOE 好OK我们测通了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封装啊 那么看一下R1R2 那你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在R2和R1之间建了一个PPOE OE的二层隧道 你说是二层VPN 我也不反对 然后呢 这个二层隧道的一头的是R2的Mk2 一头是Mk1 他用的封装是以太网类型 0x8864 8863是发现8864是建立这个绘画 用来封装用的 好有了这个隧道之后呢 那么我们会拨号码都会得到该币例子 从一个POO得到一个61.128.1.1 然后呢我去访问一个互联网的 202.1 白脸1.1 这是一个IP流量 那IP流量的封装在这个非IP的PPOE的这么一个隧道里面 来跨过这个交换机 然后呢抵达目的地 有时候对于交换机在穿越这个交换机的时候 那么我的61P202这个流量是一个非IP的PPOE的流量 虽然说里面啊其实虽然说里面是IP但是对于交换机而言他认为你的这个以太网协议不是0x0800的IP而是0x8864的PPOE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那么如果说一会我这么测就表示PPOE是通的 然后呢如果说我这么测 那就表示IP是通的 OK 这就走的是走的是IP OK 然后这个协议号就是这个协议号就是0x0800 这个协议号就0x864 所以PPOE呢 这个命令我我就不给你讲了 你们自己去看 因为我今天并不是想讲他啊 我只是想给他引入非IP为了证明我们的VSL是可以对非IP基因控制的仅此而已 所以说我就不会给你解释那些命令的细节 你自己自己去看看啊 我们的非IP除了ARP又来了一个新成员 就是我们的PPOE的8463 8464 好现在呢当然没有任何人去管这个事情啊 没有任何访问控制技术 所以说呢微蓝内微蓝间IP非IP没人管全部通好后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VSL 我们来开始来控制微蓝内来控制微蓝间来控制IP来控制非IP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那个环境准备开始介绍VSL了 好我们先来做第一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很简单要体现一下我们的VSL的流逼之处 我们VSL呢能够对微蓝内的流量进行控制 我们刚才RSL可不行啊 好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要 禁止我们要丢弃我们要阻止R1PIN R2的SMP流量 但是现在肯定没人管那么肯定是随便通的 OK好现在我们要把它给干掉 看一下我们怎么做看一下我们的VSL的格式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一个列表 IP仿控制列表 匹配IP流量 对IP流量进行控制 当然我们现在第一个需求只是对IP进行控制 如果说你要对非IP 我们后面会引入MAC列表 这个时候用来匹配流量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就可以请 名字就跟匹配的流量有关系 Permit SMP host 10.1.1.1 10.1.1.2 Echo 好 匹配流量 有些人说需求不对吧 你的需求是把他们给干掉 为什么你这个地方是用来Permit呢 好 这又要了解一下 这就是有些人对 防控制表狭义的理解 如果说列表真的运用在接口 来做防控制 那确实没毛病 Permit就是过 deny就是被干掉 但是呢 除了这一个功能以外 其实 4个的防控制表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都是用来匹配流量的 比如说我们的VP 我们匹配流量 做感情预留 匹配上就加密 比如说今天这个VSL 我们用来匹配流量 匹配了之后呢 我们来个Action Zopper 匹配了把它干掉 OK 后面比如说还有一些LAT LAT不是有列表呢 匹配了就做LAT 不匹配就不做LAT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这个Permit就一定是过 你看匹配了干掉了完蛋了 那没匹配的也许还能够过呢 对吧 像那些感兴趣 VPN匹配了加密 加密还不一定通了 那不加密也许就通了 对吧 像LAT 那么匹配了做LAT 那做了LAT 那就一定可以通吗 也许不做LAT可以通了 可以理解 所以说呢 也要了解列表由真的做防控制的时候 调用的接口 通过IP access group 来调用的时候 那真的是没毛病啊 Permit就过 deny就被干掉 但是很多情况下 列表是用来匹配流量的 Permit是匹配 匹配了之后干一件事情 干这个事情很有可能是通不了了 啊 不干也有可能是没问题的 可以过的 所以说呢 匹配啊 匹配流量的话 你的列表起起一个跟匹配流量相关的 这个确实没有毛病啊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就匹配了 你就干掉了 你看我们10啊就干掉了 那如果不做20 那会怎么样呢 他毕竟叫做一个VACL ACL的老规矩 默认干掉所有 也要说 如果说你只是匹配他把它干掉 那么就结束的话 那 那就全部干掉了 OK 所以说呢 你应该再写一个列表 Permit IPA OK 然后呢 你做一个好 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啊 这就是在配 微蓝访问空这表了 格式感觉确实有点特殊 啊 叫做 微蓝 access map 起名字 这是VACL的名字 这是相应的 ID号 啊 这个那个route map 有点像 10 20 policy map 也有点像 啊 policy map 这个就有一个顺序 啊 那你看这个route map 就有点像 1020之类的 好 然后呢 我们match IP address 你看可以match什么呢 IPIP video Mark Mark是匹配非IP流量的 OK IP address 然后呢 我们 找了他怎么办呢 干掉 IP address 好我们匹配什么呢 剩下的所有的IP Action Forward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要调用 微蓝 Filtre QI糖 VACL 微蓝 List 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微蓝 List 也就是可以 可以 1 2 到 10 这个没有问题的 可以把它调用到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微蓝里面去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今天我们只是把它调用到一个微蓝里面去 好 这个机房做完了 微蓝 access Map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把该干掉的干掉 然后其他放过 然后我们给他应用到相应的微蓝 List上面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仅仅只有 R1PIN R2的流量被干掉 看一下 R1PIN R2 就完了 R2PIN R1 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控制是比较精细 只是1到2的ECHO被干掉 所以说只是1PIN R 被干掉 2PIN1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是 10.1.1.1到10.1.1.2不跟这个ECHO 那相当于把10 1到2的所有SMP被干掉 那这样的话不仅 1PIN不通2 2其实也PIN不通1 如果说你只想让1PIN不通2 你应该跟一个ECHO 只是把它1到2的ECHO干掉 其他不管 那1PIN2确实是通不了的 2PIN1是回报是1到2的ECHO 并没有被干掉嘛 OK 你看微蓝内的流量已经被有效控制了 但是对微蓝间没点管 2PIN172 111.1 OK 没有问题 搞定 首先我们展示了一下 对 IP流量的控制 展示了一下对微蓝内流量的控制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进入需求2 需求2呢 刚才我们是把什么流量给干掉 需求2呢 是把什么流量给放过 我说过这个问题 如果要干掉的话很简单 把单向流量 把始发流量干掉就可以了 既然没有去 当然一般就没有回 没有必要 两个方向都干掉 但现在我们可要放过哦 放过是双向都要放过 因为去也进入这个微烂 其实离开 其实也会进入这个微烂 我们来看看需求 好 我们要放过流量 而且我们要放过微蓝内的 也要放过 微蓝间的流量 我们要放过 IP R2的SMP流量 我们要放过 R1TEL172161.0的流量 我们把这个策略 应用在微蓝10 除了这两个IP流量以外 其余全部IP流量应该被干掉 非IP 咱们没有涉及到 非IP对它不控制 这就是我们的需求 O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把 当然了这个 RSO已经被干掉了 我们再把刚才我们所做的VSO 给处理掉 这个要稍等会儿 这个还退不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把它干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 嗯 双向反过 双向反过 OK 看一下 我们的 TELT R1去TEL172 去目的端口 23 语言 那是回来 语言端口23 SMP SMP 这是微蓝类的 去是echo request 回来是echo reply 那我们来把这两个列表给配一下 哦 我干掉了吧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干掉 好 这就没有了 列表 列表就留着吧 列表不管它了啊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匹配这个微蓝内和微蓝间的流量 匹配的方法 倒没有什么普通的列表而已 我们来 好像就需要在刚才的列表里面补一句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 其实就是在匹配 R1R的PIN嘛 只是开始echo request 这个时候咱们还得整一个equiply SMP SMP R1 我看这个名字 是不是跟以前有名字重复了 哦 哦不会以前的名字是长这样的 好 没问题啊 重新起新的名字 起配流量 这个时候确实的可以起一个 呃 R1 2 172 Telt 这么这么起没有毛病啊 Permit Tcp host 10.1.1.1 172 16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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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Q23 Permit Tcp 172 1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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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Q23 host 10.1.1 show access list 我们在关注一下 这是1和1到2的PIN 1去2 echo 2到1 echo apply 然后呢 1到172的Telit 1到172 172回来 目的端口 去的时候目的端口23回来的时候圆端口23 这没有问题吧 好 这样的话匹配了微蓝内和微蓝间的流量 那这个时候呢 配法基本上差不多 微蓝 access map qy tang vacl match ip address action forward 同样的 来个20 好 然后呢 微蓝 filter qy tang vacl vlan list 10 那好 微蓝 10上面 调了这个 vacu的策略 微蓝10里面 只允许进退 仅仅只允许 1 1 去pin2的微蓝内的流量 1 去tel 172 16 1.0 的tel流量 微蓝10里面 除了这两个ip流量可以过以外 其余全部不通 非ip 暂时没人管 好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啊 show run section vlan access map 好感受一下 1 pin2 有问题吗 没问题 1 tel 172161.1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除了这两个没有问题以外 其余通通有问题 比如说 我们要去pin10.1.1.254 比如说 我们要去pin172161.1 R就更惨了 R什么流浪通不了 pin10.1.1.1 pin10.1.254 pin172161.1 而且你看都是超市 因为 连smp 比如别人就算给你回 回 一些unreach 我信息其实都被干掉 都没有允许 都是超市 OK 这就是VSL 我们可以对微蓝内 可以对微蓝间的流量金放过 只有这个放过 这个微蓝的其他的 全部的ip流量 通通 都不过 非ip 没人管 OK好 我顺便再聊一个这个问题 啊 非ip没人管 我们看非ip没人管 非ip 我们非ip看有没有管 没有人管 我们的PPOE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你想想 R基本上在微蓝室里面 ip已经全部都不通了 没有任何可以通的 因为放行的流量 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非ip 没人管 非ip 没人管 可以理解 非ip是好的 没人管吧 那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个问题 这个 现在新版本 似乎这个问题 不太需要讲了 但是我还是要扯一下 因为老版本 这是一个大坑 比如说来个30 来个Action ZOP 这真的是以前老版本的一个大坑 这大坑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匹配 直接干掉 其实是要 把所有的干掉 把剩余所有的干掉 我来说一下 这是老版本的这个大坑 老版本 你如果问我 这个30 敲还是不敲 很多人觉得 无所谓的 因为 想想这个列表 那么末日反而干掉所有 就算你敲个denyip 除了你能够看看匹配相 看一下日资以外 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功能 对吧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这个30 敲和不敲 也无所谓的 对吧 但我给你解释一下 老版本敲和不敲 真的很所谓的 如果老版本你就这么敲 你就这么敲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啥也不匹配 直接干掉 就意味着把IP干掉 把非IP干掉 IP 非IP 剩下的全部干掉 非IP就完蛋了 非IP完蛋了 ARP完蛋了 ARP完蛋了 你还通个啥呢 基本上你也就 别通啊 这意思吧 老版本是一个问题的 现在新版本我发现 你敲他没事 你敲这个 也仅仅只把 剩余的IP干掉 非IP没人管 确实是这样 你看 非IP现在一样 老版本真有个问题 老版本真的是这样的 你拿点什么3560 或者3550 来试试看 你敲这个的话就比较惨了 非IP都会被干掉 OK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 这种情况下 不管新版本老版本吧 别敲他了 最好别敲他 这敲他比较惹事 万一 我也不知道 这个版本和新闹 的一个切换的一个具体版本 是多少号 所以说呢 既然他也本质也没多大个用 而且敲他很有可能会出事 所以说建议你不要敲了 那你这么敲就可以了 那该放的放过 默证干掉所有了 OK 卡非IP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没人管啊 OK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 再看看 看我自己总结的啊 基本上 我真的是在学这个时候 我花了 两三天吧 天天就在研究VSO 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如果说你的整个 如果说你整个VLAN Access Map里面 只有Match IP Match IP Match IP 那么好 剩下的 就如果没有匹配上的 一些IP流量被干掉 如果说整个VLAN AXMAP里面只有Match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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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 会后面跟Mark 反过在后面啊 咱们会讲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没有匹配的非IP 被干掉 IP 没人管 如果说 里面全部是Match Mark Match Mark 什么的话 那么没有匹配的 非IP 被干掉 IP 没人管 如果说你这个里面 既有Match IP 还有Match Mark 那剩下的Match Mark 那么就剩余的IP 和非IP 全部被干掉 基本上理解啊 只有Match IP 剩下的IP被干掉 只有Match Mark 剩下的非IP 被干掉 OK IP没人管 好 如果说既有Match IP 还有Match Mark 那剩下的IP和Mark 全部被干掉 OK 这个知识点 你要了解一下 好下面呢 我们聊了IP 看来是没啥问题 我们IP的微蓝内 微蓝间 控制都挺好的 下面我们开始引入非IP流量了 我们要放行非IP的ARP 我们要放行非IP的PPOE 然后干掉剩下的所有IP 所有非IP都干掉 我们来体现一下VSL 对IP和非IP的控制 主要是非IP的控制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这样啊 我们先来做一个Mark列表 请罪 非IP用Mark列表来匹配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思科这个Mark列表 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思科的Mark反控制 只对非IP起作用 只对那个以太网头部 不是0800的起作用 但是不要类推 因为我 因为我 最后说华为我研究不多 但是其实华为 以前我讲过华为的防火墙 华为防火墙 也有类似于这样的Mark 反控制列表 他那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可以圆Mark 目的Mark OK 那么他那个控制 就真的只是把 只是基于Mark地址来 只是基于Mark地址来匹配的 就是这个圆Mark 到这个目的Mark之间的 所有流量被干掉 不管IP还是非IP都被干掉 他只看圆Mark 匹配上了 目的Mark也匹配上了 然后呢 不管是IP还是非IP 反正我全部都给你干掉 华为是这样的 但是思科我非常负责的 能告诉你 Mark反控制表 只对 以太网头部 不是0800的协议起作用 对0800是完全的半毛钱作用 都没有的 我们后面在做PSC的时候 我还给你距离测一下 但是 华为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华为那帮人抄的时候 可能也没懂思科的Mark列表是什么 就这么就感觉 他应该是基于Mark地址来控制的 其实不是基于Mark地址来控制的 他是 他主要是控制协议的 OK 可能抄的时候自己也没明白是为什么 就这么抄过去了 啊 好 下面呢我们来这样 我们先把 ARP 匹配一下 0X0806 当然呢写806也没问题 0X0 有人问0X0是什么 叫他的研码 其实 这个研码就 就意味着是EQ EQ 0X 0806 啊 这么说吧 你想想你 你配你的反控制列表的时候 可以 可以host 10.1.1.1 其实呢 你不用这个 你可以 你是不是可以敲 10.1.1.1 空格 0.0.0.0 是不是也等于host 10.1.1.1 呢 这个相当于就是给了一个0的反码 那相当于就是精确匹配他嘛 哎 就是什么意思 就精确匹配他 我们把 ARP 匹配出来 好 我也把我也把PPOE也都敲了啊 Permit A0 A0 0X 8863 0X0 好 咱们比划一下这个 啊 我们先不要放ARP 我们先把ARP给干掉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我们先看现在 现在是什么一个配置啊 我又多一个S 怎么这么喜欢多 MAC ADDRESS ARP Action 做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再看一下 现在 你既有MatchIP 也有MatchMark 那这个时候 剩下的 IP 被干掉 非IP 也被干掉 也就说ARP被干掉 PPOE 还是被干掉的 对吧 PPOE完蛋了 OK 那 那 ARP也完蛋了 那说 那有人说ARP完蛋了 这我什么还能p得通呢 我这个不是要基于ARP来解析吗 为什么我还能p得通呢 原因很简单呢 因为ARP 还有那个DNS 都有缓存呢 这玩是个缓存啊 现在用不上ARP啊 所以说你觉得 哎这个没有问题啊 ARP挂了 只是现在你还用不上ARP 你用的是缓存 所以说你觉得 没有啥问题 如果说你玩一个clearARP呢 稍等会啊 你看这个PPOE都挂了啊 debugARP 看一下啊 你看这七角超等会儿 你看这个debugARP 根本都没有ARP过来 这个时候你再听一下 10.1.1.2 ARP解析不了 所以说你看 ARP也挂了 PPOE也挂了 再看一下啊 如果说你只有Match IP 剩余的IP被干掉 非IP不管 如果说你既 你如果说你只有Mark 那么剩余的 非IP被干掉 IP不管 如果说你既有IP 又有Mark 那剩余的IP和非IP全部被干掉 那现在你看 我有这个 Match Mark了 那不仅ARP被干掉 PPOE也被干掉 所有非IP被干掉 那PPOE当然这都已经当了 OK 那么ARP也完蛋了 OK 那好 下面呢 我们来把30稍微改一下 咱们把ARP给让它走吧 好 它走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ARP应用 OK 但是PPOE ARP已经解析过来 PPOE这起不来 这完全起不来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来一个40 Match Mark Address PPO 我看我手务会怎么样 你看手务 这就是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贴的啊 然后呢Action Forward 我看我的 我这样 就在下我吗 幸亏我都看了一下 你看我这够低调的啊 基本上我敲一个我就要秀一下 这是一种习惯 有些有些学员就是对自己超级自信 就是就觉得啊敲了就没问题 应该就是肯定没问题 我敲的都是好的 哎我这个解言这是什么意思 这好了吧 ok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习惯就是敲一个看一下 敲一个看一下 有些人真的是我是不是何来自信 大自信就是觉得我敲的都没问题 从来不看自己敲了什么 错了一大片东西也没也没感觉 敲一个看一个确认一个 这是习惯 比如说像我讲版本我要练题 然后呢我一句一句的 按照题敲东西敲完之后 我看我要看我的配置 然后再看我的现象 这才是一个套路 那有些人真的现象也不看 配置也不看卡卡就敲 我看你不错了就奇了怪了 对吧 你看我这种按理说 这么多年我手上也是有有感觉的 敲错都是很正常 你看我这些该贴就贴 从来不敲 不是说我敲不准 其实我的手上算准的了 这东西不要这么自信 所有东西都会需要去 稍微去确诊一下 你看这个好了 PBO也是好了 PBO也是好了 ARP也是好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算做完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来一个50 这个就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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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做破这个就无所谓了 这个敲不敲真的是无所谓的 其实我给解释一下 那么高版本啊 可以说Action forward 后面一个log 然后呢Action drop 后面也有log 我这个确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真的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Action 就一个是forward 一个是drop 但是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在forward的后面可以有log 在forward的后面可以有capture capture确实要高级 但是很多方面是可以有log 我这个连个log都没有 可以有log的 其实啊真的有 好那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策略 这是微蓝内的 微蓝间的 双向放行的 然后ARP 这是VIP的ARP VIP的PPOE 然后剩余干掉所有 这是VACO 好 基本上 就这些 所以你要了解的就是 人对微蓝内 人对微蓝间 人对IP 人对非IP 然后干掉的话 单向干掉 放行的话 双向放行 OK 然后呢还有一个 如果说 Match里面只有IP 那么剩余的IP被干掉 非IP不管 如果Match里面只有Mark 剩余的非IP被干掉 IP不管 如果既有IP 又有Mark 那剩余的IP和Mark 全部被干掉 OK 那这就是 这个VACO 微蓝ACO 在微蓝里面做的防控值 它是 略优于PACO 它是先于 RACO的 OK 咱们的VACO的支点 基本上就 讲到这个地方 OK 咱们这个录像就停止 紧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来讲 我们的PAC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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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